觀眾朋友們好 歡迎來到慧眼看中國 我是甘露 2024年11月12日 四川成都 網鋪五喉區一家龍江豬腳飯餐廳 店員在光天化日之下撈垃圾桶內的滴溝油 用勺子一勺勺的撈滿一鍋 完事後若無其事的離開 走回馬路對面的餐館 現場有不少人目擊這個情況 11月13日 有網友到該店實地拍攝 視頻顯示 一些時刻在該店用餐 並且撈地溝油的大媽仍在工作 這個視頻迅速引起關注 據陸媒報導 事發後 餐館老闆喊冤表示 那位女員工確實有去撈垃圾桶的廢油 但是她自己裝在瓶子裡拿去賣 幾個月才賣得幾十塊錢 自己家餐館 絕對沒有把廢油拿來使用 她說 不知道怎麼向廣大顧客解釋 自己對天發誓說 沒有把廢油拿來用 但中國網友不相信 油沒有用在餐館 沒良心 讓他把撈出來的都吃掉 這碗豬腳飯真的浪漫 你不用你咬他幹嘛 這種說法明顯就是想逃避檢查 老闆發誓有用 還要證據幹嘛 再說他知道員工賣廢油 也有網友表示 我相信員工收集賣廢油的解釋 上年級的服務員在開闢收束這一塊是見份插針的 這是底層人民的宿命 店方根本沒有動機這麼做 無論是經濟上還是人工上 都是得不償失 身家都搭進去了 如果老闆說的是真的 那麼這個人垃圾桶裡咬的油 到底賣給誰 流向哪裡了? 四川成都高新區聯合調查組11月14日發布情況通報稱 經現場檢查 調取閉錄電視 筆錄問詢等 相關證據材料顯示 該店店員尼某從垃圾桶內收集廢油 回電除去殘渣後裝入膠瓶 並放置於店外氯化從內 待積攢一定數量後 出售給油紙收運單位 通報又指 現場未發現提煉使用廢棄油紙的情況 未發現尼某收集廢棄油器具 與店內烹飪器具 混用的情況 目前該店以停業配合調查 進行整改 涉事門店為龍江豬腳飯 店內從業人員3名 主要進行滷菜 蓋飯 面食 持有官方發放的有效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 及食品經營許可證 但官方沒說明收購這種油紙的油紙收運企業是什麼 以及用來生產什麼 以及油品的流向 許多海外華人網友則表示 不相信官方的調查 地方保護 中國共產黨口中的世界第一安全國 吃個飯都能把麵吃沒 食品安全就是笑話 愛國套餐 讓海外中國人懷念的家鄉味 沒有地溝油這一味 就不是家鄉菜 你看 人家都習以為常了 況且還是全國各地基本現象 普通人的命就是地溝油從小吃到大 高官子弟吃特供 地溝油是中國食品安全問題的其中之一 自從20多年前被曝光起來 人們通過各種渠道獲得的相關信息 早起沖澀視聽 令人談地溝油色變了 這些年來 伴隨媒體熱度或遊戲降溫 公眾對此習以為常 關注度也隨之減弱 對地溝油的擔心進入了人人心裡有 各個口中無的麻木適應期 但近期又不斷地有地溝油事件曝光 無疑再次提醒人們 不是地溝油又回來了 而是地溝油從來就沒有離開過我們 2016年 雲南昆明沙朗馬料盤曝出一個加工地溝油的黑作坊 在現場 當局共查獲60桶成品地溝油 2020年 中國裁判文書網發布了一份刑事判決書 披露了知名火鍋品牌小龍坎在陝西橘林的一家家門店 用地溝油製成火鍋底給顧客使用 據判決書說 被告人蘇某濤開設的橘林市徐翔區小龍坎老火鍋店 2017年開始營業 當年5-7月 蘇某濤指使電源在火鍋店廚房內 用油水分離器將顧客餐後剩取的東西 分離出廢棄油汁 經高溫加熱後 再加入輔料製作地溝油 由廚師做成火鍋鍋底賣給顧客 案情顯示 2017年5月至7月 蘇某濤指使採購蘇某菲 餐序生產600斤地溝油 廚師劉東月和馮某明 餐序生產400斤地溝油 均被加工成鍋底銷售給顧客 2018年8月至2019年4月間 蘇某濤又指使蘇某菲等人加工地溝油3963斤 並加工成鍋底出售給顧客 也就是說 在不到兩年時間裡 這家店共生產銷售地溝油超過2噸 下面我們來算一筆賬 假設一個火鍋的底料油是半斤 那麼2噸地溝油可配置8000個火鍋 再假設每個火鍋的10克是3個人 那麼至少有24000人在這家店吃過地溝油火鍋 要知道 中國的火鍋店多如牛毛 把地溝油火鍋賣給顧客的恐怕是不止這一家店 而且 火鍋只是眾多食品中的一個類別 更多類別的商家又有多少在用地溝油加工食品呢 就在近日 也有網友直擊街頭有位大叔在一勺勺的撈地溝油 網友說 給你們經常在外面吃飯的看看吧 你們還想吃嗎 還有一個拍到有人偷偷從垃圾桶撈地溝油的視頻 網友說 現在食品安全真的值得每一個人重視 惡病又為何年輕化 網友留言跟帖說 昨天我們一天在外面吃 拉肚子 那是有錢人的生活 我一年在外面 吃不了五次飯 這種怎麼舉報 我住的旁邊有一個大規模的每天幾十桶 這樣的人特別不好 是壞人 壞人 Oh no 這是中國 你不能告訴我不能拍 在路上所有的都可以拍 我就告訴你 我不在乎你說什麼 這是中國 在路上所有都可以拍 就是中國的條例 你覺得我不知道中國的規則嗎 我不知道中國的條例嗎 這是特別噁心的事 一位外國男士在夜晚的中國街頭拍到一對男女揭開下水道的蓋子 在撈地溝油 他憤怒地說 這樣的人特別不好 是壞人 中國學者葉譚早在2011年就在英國《金融時報》發文表示 中國可能五分之一的食用油用地溝油充數 地溝油多年來屢屢佔據新聞頭條的歷史 現狀仍未改變 食用油標準失當 中共諸多部門相互推諱 成為地溝油屢禁不止的原因 而最大的原因在反省中被寄忘 作者直指 食品安全頻頻觸及底線是中國社會道德底線失守 監管制度形同虛設的強烈信號 而權貴特供機制是造成這一切無法扭轉的最大原因 因為中共的權貴特供經濟 運用權力使官員成為低價綠色菜的受賄者 官員利用權力把自己排除在有毒食品的受害群體之外 地溝油嚴重危害人類健康 輕者會引起消化不良 腹瀉等 重者或可致癌 相比中共政府的不作肥 無法杜絕各種毒食品 世界許多國家都對此高度重視 政府盡職盡責 積極防禦 日本政府對食品安全極其敏感 也十分重視 首先 政府高價回收地溝油 杜絕了商家另起爐灶的妄念 樂意把地溝油賣給政府 其次 政府指定的專業公司要將回收的地溝油 在第一時間加入一定比例的避麻油 避麻油是完全無法使用的 從根本上防止了地溝油重新流向餐桌 第三 一旦發生地溝油事件 除了法律嚴懲之外 肇事企業唯一的下場就是關門大吉 社會成本之高讓違法犯罪者望而卻步 美國使用廢油回收的方法 比起日本來更細膩 體現了參與性 他們的做法是 在餐館和家庭廚房的洗碗槽下方 安裝廚房廢物粉碎機 第一步是初次篩選將肉渣 菜葉之類不太油膩的 通過粉碎機打碎 從下水道排走 第二步是把含油量高的收集起來 倒入專用垃圾桶 等待專門公司來回收 美國很多社區都有全封閉的垃圾桶 用來專門盛放廢油 如果餐館私自將廢油賣給其他機構或個人 一經發現將被停業 德國人做事嚴謹的風格 在政府對待地溝油上也能體現出來 他們給每一桶乾水都有張身份證 從產出回收到利用都嚴格記錄在案 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 很快就能查明 餐館必須與政府簽訂乾水回收合同 合同詳細規定了乾水由哪家企業回收 何時回收 回收後由誰加工等 開餐館前必須購置油水分離設備 分離的由油政府特批的公司統一回收 這些公司許多都是上市企業 規模很大 德國聯邦衛生部官員稱 德國滴溝油回收利用率已達100% 除了直接是有毒的滴溝油正規廠家生產的食用油中 都喜歡打著先榨花生油的旗號大量參獎 11月9日 中國知名打假人王海發視頻稱 在電商購物平台拼多多買了10款銷量靠前的花生油 結果送檢後發現都是參獎 其中 魯元歡花生油品牌經檢測發現 花生油佔50% 大豆油35% 玉米油12% 棕櫚油3% 其他幾款的比例也差不多 而大豆油 玉米油 棕櫚油成本比花生油低得多 有網友說 食品安全沒救了 10款花生油送檢 全軍覆沒 打假等網友 太悲哀 有網友說 那個平台本身就只賣假貨 有沒有食辣油 沒給你遞溝油都不錯了 嬰兒奶粉都能參假 花生油算什麼 究许現在超市和網上商店的品牌食用油都不安全了 許多人就去買街頭限榨的 但不少網友曝光 究许中國食用油危機 也滋生的路邊限榨花生油騙局 千萬不要買啊 真是天天上席檔 檔檔不一樣 買回來之後 我熱了一下鍋 準備煮一點東西來吃 結果聞到一股好大的味道啊 那個油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反正就是聞到的時候 好臭的那種感覺 就是臭死了 我不知道這裡面掺了什麼 然後我上網上查了一下 說是掺了香精 我的天啊 這個能吃嗎 等一下我就把它到廁所 還是不要去街上買那種限榨的花生油啊 真的是 浪費我的錢 也有視頻揭示街頭限榨花生油的流程藏著貓膩 只需要加一小勺花生 不知是什麼油 就源源不斷從機裡流出來了 中國人不但要吃地溝油 今年7月前混裝油問題再次曝光 讓人們驚覺 自己其實一直在吃煤油 《新京報》今年7月2日披露 記者經過長時間追蹤調查發現 中國許多貫車既運送糖漿 大豆油等可食用液體 也運送煤製油等化工類液體 甚至為了節省開支 不少貫車在換貨過程中不清洗貫體 導致食用油被殘留的化工液體污染 記者據貨車的行車軌跡 查出食用油企業一海嘉里金龍魚食品集團 惠福糧油集團 山東魯花集團和中儲糧集團等 一大批國企和民企 酒罐車混裝食用油事件被媒體曝光後 中共國務院聲稱介入調查 到8月25日 官方通報 僅提及媒體曝光的兩輛攝氏罐車車牌號 對7家企業處罰 最高罰款額度為286萬元人民幣 最低處罰額度是沒收違法所得26萬元 官方強調 在中國其他地區 未發現其他同類問題 有網友評論說 一個行業的普遍現象變成僅僅這一個事件 官方 你們自己信嗎 8月14日 有網友發現 一輛攝氏罐車依然同時掛有 天礁化學和一海嘉莉金龍魚食品集團的標籤 網友直言現在是食用油 沒有化學品用一個罐子裝 怪不得中共國人百度不清 實際上 油罐車混裝食用油 已是大陸罐車運輸行業內公開的秘密 混裝油問題 早在2005年就有陸媒已曝光過 由海外網民翻出中共黨魁 習近平2013年宣稱 食品安全長期做不好 執政不合格言論 直指中共早該下台 食用油問題只是中國食品安全問題的冰山翼角 有視頻收集了近年中國的黑心食品製作 水果泡藥水 臭水溝醃鹹菜 令人超噁心 中國最大枸杞產地青海格爾木市 和甘肅靖元縣由商戶未增色澤 對枸杞進行違法加工 9月1日 陸媒報導 戈爾木市的枸杞生產添加了膠亞硫酸鈉 靖元縣的枸杞則是二響化硫潮標 其中 膠亞硫酸鈉是一種無機化合物 帶有強烈的刺激性氣味 商戶們明知道膠亞硫酸鈉對人體有害 但為了賣個好價錢 也會紛紛添加這種化學製劑 餐館在食物中添加蝦片的行規也被曝光 今年8月 內蒙古厄爾多斯市巫省齊的兩名輔警 尿檢結果稱馬非陽性 但輔警稱自己並未吸毒 最後被調查盤問時透露 集體尿檢的那天早晨 他們相約在某肉夾膜店吃早點 後來確認兩名輔警的尿檢異常是由於食用了 含有因素殼的肉夾膜所致 可以說 今天的中國大陸 幾乎已經沒有幾樣食品是真正安全的 食品安全惡性事件泛濫成災 酒增五鹼 毒奶粉 毒大米 毒豬肉 毒豆芽 毒膠囊 滴溝油 蘇丹紅蝦蛋 染色饅頭 一位家庭主婦在視頻中發現 在中國直播平台買的牛肉根本不能吃 用熱水超過之後 一捏牛肉直接化掉 且毫無激勵感 水的顏色也非常奇怪 真的很垃圾 這怎麼給孩子吃 中國食品安全惡化情況令人忍無可忍 今年11月9日 廣東廣州 華南農業大學一學生坐在陽台前威脅跳下 該學生稱要用生命返救學校師生的食品安全 並且拉橫幅 向樓下撒船單 時事評論員徐珍在媒體發文表示 中共靠編造謊言維護政權 比如說增進人民福祉 其實是中共縱容地溝油 毒奶粉 假疫苗 注水肉 混裝食用油泛濫 搜刮明紙明膏 掩蓋謀財害命惡行的最大謊言 它的實質是增進黨和權貴福祉 好 以上就是這期節目的所有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贊留言並轉發 也一定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期再見